南韓總統尹錫悅展開兩天的訪日行程 並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會談結束後 共同召開記者會發表這次會談上達成的四大成果 日韓雙方在這次會談中取得四大成果 包括恢復雙方領導人的穿梭外交 重啟停擺五年的安保對話 並拓展國防安全合作 兩國商界也將加強合作 日本還同意解除限制三種關鍵半導體物料 在日韓關係因為徵用工問題惡化後 日本限制對南韓三種關鍵半導體物料的出口 現在日本解除限制後 南韓晶片製造商也將獲利 因此南韓三星電子 SK 海力士等企業的股價也應聲大漲 看起來對於南韓經濟前景是好事一裝 不過針對徵用工問題 尹錫悅政府提出了解放 韓國民眾卻不買單 南韓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也在首爾展開抗議行動 痛批尹錫悅對日本展開屈辱外交替加害者說話踐踏民意 岸田招待尹錫悅的蛋包飯外交也引發批評聲浪 尹錫悅與岸田有吃有喝有說有笑被民眾批評簡直就是吃播外交 另外尹錫悅與岸田一起向國旗致敬的影片傳出 也讓尹錫悅又被罵翻 畫面中可以看到尹錫悅及岸田一起向兩國國旗鞠躬致敬 但因為角度關係 導致尹錫悅看起來是在向日本國旗鞠躬 這引發韓國網友批評尹錫悅到底是哪國總統 還要他別回韓國了住在日本吧 尹錫悅這趟東京行雖然取得許多外交成就 但也因為徵用工等問題讓民眾相當不滿 如何穩定民心也將成為尹錫悅回國後的首要課題 記者離境綜合報導